HELLO 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5号礼拜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悠 台北股市 今天又再度创下波段的新高 这盘就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很多投资朋友都感到非常的害怕 担心说这样要涨到什么时候 之前是都不敢买 现在开始担心盘一直涨 我就觉得很纳闷 盘不动的时候你也担心 盘在涨的时候你也担心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虽然指数一直喷 但是个股涨的内容会截然不同 来 给我这字幕画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酒窖 酒窖里面放了很多的木桶 但是最好的木桶 它是需要湿度跟温度的配合 而且俗话说好久曾忘底 最近很多股票是从底部横盘整理很久之后 开始往上发动攻击 不过那些股票大多是落后补涨 落后补涨 比如像航运 今天就蛮强 那还有不然前几天的车用也蛮强的 今天连航空航空是受害股 也开始发动了 好 但是怎么样寻找好的标的 好的股票 当然我们要看的是产业 未来的前景 未来的前景 还有现在到底 有没有刚好搭上那个时事 搭上那个题材 这样子你在股票操作上面 会比较轻松 会比较愉快一点点 好 那我们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重要 为什么 来帮我放大家做画面 今天早上 就是我们平常每天早上 不是会有写这个股民早报 股民早报 股民早报 那股民早报 我会放在股民当家的LINE群组里面 当然你们自己每天时间到了 大概这个早上7点左右 7点到7点半之前 一定会放上去 放在股民当家群组的主页里面 那这个股民当家群组 手机这个群组打开进去 你会看到左边有一个聊天 右边是一个贴文 贴文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当天的文章 当天文章每天 那你要想 很多朋友就问说 那这个李欧这个早上7点 就看到这个我们的早报内容 那你到底是几点做的啊 我通常都3点半 差不多4点左右 3点半4点 都喜欢开始做当天的早报 所以真的是非常辛苦 在做这个早报 为了要给大家最新的一个讯息 好你看我们群组 现在已经来到30642人嘛 这是这个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人数嘛 那你看人数这么多 好那今天早报里面 我的内容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个 在这个LINE群组的主页 你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就当天的早报内容嘛 那你看这个中间的地方 我说请记得 要关注股民当家的Telegram频道嘛 因为我们现在 有放一些盘中即时讯息 我们会放在Telegram嘛 那早报 我们会放在这个群组里面 好所以我跟大家说 苹果股价经历史高 台电会不会跟长 答案是肯定的嘛 而且外资越买越用力嘛 指数越推越快嘛 越推越高 所以选股才是关键嘛 股票轮来轮去啊 所以你要专注企业获利嘛 所以我请大家说 你要关注Telegram 然后看完你要按赞 有没有才会有这个小确信嘛 来给我这什么画面 当然有人按赞啊 大概有80个按赞 148个分享 当然分享很好 我觉得你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每天早上的一些 比如像美股的讯息啊 还有最新的一些产业讯息 包含像这个最新公布的 世界数据等等的 总经讯息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知道 好当然我们今天 有按赞的好朋友们 他已经知道说 我们今天要分享股票了嘛 好在这个早上9点01分 你看这个图哦 这个图是从Telegram上面 截取下来的 我们说我们盘中即时讯息 会放在Telegram里面嘛 我们分享这档股票 来帮我放大多画面 当然我们在分享之前啊 家族的成员嘛 因为家族成员 他是跟我们一起进出嘛 我们一定会优先照顾 我们全体的加入成员 那在这个9点 9点8点59分啊 我就发讯息 跟我们的加入成员 报告过这件事情了 包括这张股票 那9点01分 11点01分 差了一分钟左右 那我们一样 把这则讯息呢 这个分享在 Telegram的这个频道里面 好你看一下哦 6月5号 周末小确信嘛 我告诉大家的 分享给大家的是 62xx 天天扬名立万 这家公司呢做什么 他跟光阳科合资成立 XX科技嘛 专门在处理 这个贵金属回收嘛 那台积电是他的客户 重点是光阳科 已经喷三支涨停板了 那你们觉得这支股票 会不会一直不断的涨停 涨停涨停涨停 比照办理冲上云霄嘛 你看那时间上面都有嘛 9点01分嘛 好 各个字幕画面 好啦 这支股票我们当然是分享 就是完全按照我们 在这个股票大家群组面 跟大家报告的事情 好 你看一下光阳科 光阳科今天第四支涨停板 连续喷四支 一支两支 中间有休息啦 但这支大概涨个四五%嘛 那后面又喷涨停板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五天四支涨停板 为什么光阳科会喷呢 光阳科大家都觉得说 哇这个以前 员工还倒卖他的黄金 因为他是做这个 金属的回收嘛 金属的回收 就是从电子产品里面提炼出黄金来 结果他黄金还被员工倒卖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公司内控不行很烂 结果人家接到台积电的这个订单嘛 台积电跟台积电合作嘛 哇喷 股票喷 好 但重点是你有没有发现 跟光阳科有合作的公司 他会不会喷呢 会不会喷呢 就像我们早上在Telegram 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嘛 这一档股票 有没有就是62XX 天天阳明里万 我们9.01分跟大家分享吧 家族成员是8.59分 你说到讯息是9点整嘛 那跟我们看到这个Telegram 又差了一分钟嘛 提早一分钟 好你看哦 这是股票9.12分 攻上涨停板 攻上涨停板 9.12分 就算你是Telegram的好朋友 你是股民当家群组的好朋友 10分钟的时间 攻上涨停板 好啦 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赚钱嘛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一个 周末小确幸 但是下礼拜更精彩 下礼拜更精彩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好 那再来我先跟大家报告 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大盘 先涨86点 成交量呢 1790而已 还记不记得 怎么跟大家报告 我说 价涨量增 OK 温温涨 你的量不要失控 量不要失控 什么叫失控量 再次重申 24002500 超过以上的大量 就代表说 前面买的 这个开始有在跑货的迹象 陆陆续续有在调节迹象 量才会放大嘛 量才会放大嘛 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很不错 虽然说涨到让人家觉得 这个指数很恐慌很害怕 越涨越多越涨越多 但是量的没有失控 那今天是礼拜五 昨天礼拜四礼拜三 大概维持接近2000左右嘛 现在缩下来的 哇这个还不错还不错 至少没有报大量 还没有报大量 还可以持续还涨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上市大盘指数 有没有 从8523以来涨了2959点 所以这时候很多股票 他有的涨很多了 所以你要重点要选择 因为各股会轮来轮去嘛 轮来轮去 趋势没有改变啊 他是偏多的 你看一下上面这个旋 5日10日20日 三条都在往上 均线是多头排列 所以你要选择的是 业绩成长股 还记不记得 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6月10号之前 你要把5月份的业绩 全数要公布完毕嘛 公布完毕嘛 好 所以陆陆续续 开始就会反映业绩好的股票 虽然不一定要创新高 只要有业绩成长 月增就比上个月成长 年增比去年同期成长 他都有机会往上做一个攻击 往上做一个攻击 好那上跪指数更不用讲 今天来到153.4 不得了哦 今天又再创波段新高 而且是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 全部师徒都收复了 当疫情好转 没错吧 当疫情好转 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好转 接近已经6月7号嘛 准备要大解封嘛 就是4个隔离14天的周期 满了台湾疫情 控制的世界No.1嘛 好就确实 有没有 上跪指数 创下整个今年以来的新高 美国的纳斯达克100 是创下历史高 已经有领头羊创历史高 后面会不会有其他指数也跟上 当然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啊 只是轮流嘛 因为每一个指数 他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有些指数 他可能譬如像道琼 道琼比较落后嘛 为什么 因为他有航空股嘛 有航空股 有一些什么比较受害的 受到新冠肺炎影响的股票 所以当然他股价走势 就会比较温吞一点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像波音公司啊 也涨到180几块 180几块 从那个不到100块嘛 涨到180几块 你看涨多凶啊 连受害最严重的 航空公司 新冠肺炎各国都锁国 飞机没得飞 他还会大喷 结果5月份人家已经说了啊 波音737 MAX 就是之前有出事掉下来的飞机 都已经开始要复工 开始要复产了嘛 所以今天航太的航空的 也涨了啊 也涨了啊 好所以整个政府 目前现在就要看起来 就是要振兴经济嘛 有没有这个振兴券啊 什么三倍券 1000变3000啊 虽然我不晓得 他的倍数大概怎么算的啦 但是这个明明就是拿1000换2000嘛 但是为什么是变成三倍呢 好但是不重要啊 但是重点是说 这个政府的方向是这样子 确实现阶段讨论最热的 就是这个国内振兴相关的 这个旅游饭店观光 那你看像我们现在是金融业嘛 金融业挺国旅 金融业员工有60万员工哦 包含像证券金融保险嘛 包含像这什么会计师等等的 这些都是金融从业人员 以前会出国旅游的 现在因为企业会补贴员工 就是每一年的员工旅游 比如说通常是个四五千块左右啦 那有的企业可能大方一点 一年补贴个1万块 那这些总预算就高达30亿起跳啊 30亿起跳你自己算嘛 全部都要在国内旅游 你可以带动多少的观光商机嘛 饭店不得了 旅行社可以赚多少 所以你看上市的观光股 就是一直喷嘛 一直喷嘛 上柜的观光你看 一样是创新高嘛 好啦你看燦新旅 夸张到肥所思 只是这成交真的太小了啦 你看哦 涨9支停板 旅行社 国内旅游旅行社 今天还涨8.4% 涨9支涨停板 今天打开 尾盘打开 爆量461张 真的太小了 而且前面 成交量小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小 无以复加的小 但据说这个团 国内团都已经接到爆了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寻找股票 好所以你看到今天 包含像2732的六角 六角 不是七角 不是八角 六角 六角做什么 六角做这个饮料的嘛 这个日出茶泰嘛 包含像这个比较有名的 银座杏子珠牌嘛 今天光上涨停板 他前面也是横盘哦 人家这个你看到这个 灿星驴在喷的时候 连续喷90涨停板 他没动 他今天就来了 突然就来了 而且包大量 而且直奔涨停板 168.5嘛 好其实陆陆续续都会 受到民间消费内需的影响 来刺激他的业绩成长嘛 所以观光餐饮一定有机会的 像我们跟大家分享2723美食 一个是32一个23嘛 好美食ky 八五度星每天都要喝咖啡啊 没错吧 投信积极任养 哎今天121小跌 那又如何呢 横盘整理 他就这样子一格一格的嘛 就是上去一根红K两根 然后休息一下 一根红K又休息一下 哎整理差不多之后 他又来一根红K 因为他现在有点面临前波的这个 套牢区嘛 所以稍微晃一下 搞不好后面很快的出量 又攻击了嘛 那再来呢 这什么你知道吗 看得出来吗 这个就是哆啦A梦的竹蜻蜓 什么叫竹蜻蜓 风力发电嘛 这是风机嘛 插在这海上的 离岸风电嘛 你看一插上去整片 有没有 离岸风电 这是未来的一个产业前景 趋势跟方向嘛 九九五八十几钢 我们最看好的一个核心标的嘛 你看每次他只要急拉 你去追完蛋了 一定是相对高 他每次只要创新高就拉回 创新高就拉回 创新高就拉回 这是他的股性啊 所以股票 你要买在适当的时间点 跟位置嘛 你也不要因为 他跌下来 一破月线 你就把它砍掉 那完蛋了 因为他每次破月线 就是买点又往上拉 所以他就是这样 来来回回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高点越电越高 低点也越电越高 低点也越电越高 他趋势就是往上走的 你看 今天礼拜五 最不容易涨的一天 他还拉尾盘 尾盘才拉起来 代表下礼拜 你要特别留意 包含像这个1514 雅力 雅力干嘛的 雅力是做太阳能系统工程 包含像这个风电 风电的配电系统 输电系统 还有这个路上 不是马路的路 抱歉打错了 是陆地的路 路上的变电站 今天也是尾盘 急拉往上 你看但是在这一根 长虹K棒前面 他是不是小碎步 也没什么动 没什么动 可是你看他的筹码 前面人家就一直在扫货 只是说他是吃一点 可是今天 哇 长虹表态 但是你长虹表态 你不要去追 你不要去追 因为你不是前面买的 你看到虹K才要追 通常都来不及 因为创新高可能礼拜一 又往下打 做一个拉回整理 所以买股票 你要选择 要选择 要有耐心 好 那除此之外 下半年 产业透明度高的 有没有 迷你LED iPad 会不会产用 这个迷你LED 会吗 今年的 这个下半年 甚至于明年 搞不好未来几年 连手机都用了 手机用了 这个不得了 这个应用范围 使用量就特别大 所以迷你LED 相关类股族群 我们一直有跟大家分享 比如像6706惠特 是在底部 80几块90块 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惠特 跟大家分享说 优先受惠的一定是 LD的分选机 设备 惠特 他创今年的 这个新高 已经收复全部师徒 最先的 这是领头痒 最近几天有稍微 拉回整理 那拉回整理又如何 他拉回 比如说又回到140 横盘盘一盘之后 就是回测 前波支撑 搞不好又喷了 又喷了 那你说业绩 我跟你讲 现在业绩一定看不出来 就像经店 他现在业绩也看不出来 他现在反映的是 下半年第四季 甚至于反映在明年去了 这是产业前景 那包含像6456GIS 台表可以一直喷 就表面黏着 他只要苹果的订单 GIS就是抢新订单 表面黏着 那包含还有Apple眼镜 一样你看他已经创下 今年来的新高 而且法人 投信一直在买进 外资实买实卖 可是后来有时候 如果外资投信一起买的时候 他可能当天就供到 比如说涨个7%8% 蛮强的 好大家特别留意 你看这姿态蛮高的 5日10日20日 一直在往上均线纠结 而且多头排列算很强 算很强 好那包含像3437融创 你看融创没动 我们家族很远 非常看好一档标的 融创没动 鸿海旗下的子公司 做mini LD 封装的 鸿海他有Sharp的面板厂 Sharp面板厂 未来会不会用mini LD 当背光源 有可能 有可能 要交给谁封装 当然你自己想一下 鸿海旗下封装厂 有富爸爸 但是给融创 股价是不是横盘整理 横盘你不要以为他不会动 他一动就突然往上拉 有没有 可能就直接攻掌停板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 他正在横盘 要有耐心 那包含像这个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第二档标的 在Telegram里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什么 一样是mini LED 来帮我放大这个画面 你看我说这两股票叫 星际总动员 隐藏版的mini LED 设备商 2018年大赚9块钱 现在股价才5字头 5字头 你看小小上来横盘 那52块左右 跟大家分享 跟惠特做相关的产品 9元转投资买他16.3% 16.3% 4月份业绩4500万 比2月2月2000多万 多1.25倍 而且4月份的业绩 比去年同期暴增196% 业绩一直进来 来 给我这什么画面 所以这场标的5月份 还没公布 还没公布 好 业绩涌入 重点是你看 之前有办法赚9块 现在才50几块 但是去年烂一点 去年烂一点 好 但是这样的股票会不会喷 你看惠特喷的那样子 他会不会喷 隐藏版的mini LED设备股 有沒有 拉上来 尾盘还收最高 他就喷出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现在才刚刚开始 现在才刚刚开始 好啦 所以我觉得在投资的时候 你要观察的是 产业的趋势跟前景 所以公司一定要有赚钱 公司即使现在没有赚钱 你要看到未来会赚钱的 如果未来会赚钱的 短线上他可能没什么赚 那你不要觉得说他就不会赚 因为他在反映未来 当然现在就已经赚的是最好的 代表说他会一路往上涨 但是如果 没赚的便有赚 然后有赚的便大赚 后面这段特别快 可是从没赚到有赚的这一块 他还在这个盘 盘酝酿 因为有些人还不相信 等到你相信之后 他进入主身段 他就会涨非常非常快速 现在mini LED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大部分的mini LED都在地板 而且没什么赚钱 因为他沉寂很久了 都没动了 好几年了 可是未来 当他从没赚变成有赚 甚至于变大赚的时候 未来的两年三年四年 哇那不得了 所以你要选择的是 这个好公司 买进之后可以安心报老的 安心报老 所以产业趋势对了 股价营收自然会步步高升 营收一直在往上走高的时候 到头来 这个股价反映这个企业获利 也会一直不断的步步高升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最后参考 所以盘中即时讯息 我们会放在Telegram裡面 大家别忘了 要紧盯Telegram 那早报呢 就放在LINE群组里面 要记得按赞 天天按赞分享 那你就可以得到最新的 一个标股讯息 好的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还好 上升 昨天 哦 咱嘛